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这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哪个国家不自古以来就有书店吗 但是在中国没有 中国通过了1949年的政权更替和公私合营 私营书店就已经消失了 再一次出现私营书店在大陆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 是在1983年我所创办的西岩天籁书 这个书店发展到最后是六家 更准确一点讲 在我之前还有一家 但是这一家 它多少有些特权色彩 是谁办的 就是赵丹电影明星 赵丹的夫人黄松英 也是一位大作家 也是一位演员 他创办的叫都乐书 他创办这个书店那当然是显然是有一定的优势 各方面给他大开方便之门 所以他轻松通过批准 在我之前一年左右就创办了 就开办了 在北京 然后在深圳刚刚改革开放的 深圳舌口 一个风口浪尖处 也就是从前老有人偷渡香港 就是通过那偷渡香港的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码头 那个那有个海上世界 一艘这个废弃的大轮船 上面加一只望远镜 可以两毛钱一看 看望远镜里边的香港 那个那个情景 在那个地方 他建立了一个都乐书 那为什么我还要强调说 我是创办了第一家中国民营书店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特权之分 我和黄宗英比起来是平民 黄宗英他的开办书店啊 是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而我开办书店之初呢 第一件事就遭遇了 无产阶级专政舆论工具 不能掌握在私人手里 这可是当时工商局请示上级领导 上级领导当然就是市省各级领导的批示 无法让这个上层建筑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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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书店啊 由私人去掌握 尽管我们是贩卖的是官方的书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书店是传播思想 不允许私人 当然了最后我还是开办了 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呢 也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试点吧 种种产业都是都带着都充满着这个实验色彩 那么那时候为什么那大级上个底户呢 没有 83年大家记好 83年现在也许您回忆不起来了 也许年轻人就更不知道了 对吧 之前只有残疾人呀 整整特殊情况啊 可以给他们开办一个 卖烟的呀 卖什么的啊 个底户是没有的啊 我不但要做个底户 而且要贩卖思想 是不是 这事就严重了啊 所以经过一番周折 这事我想 以前在胡看里边 我也屡次提到过 而且有一段时间 我专门谈天籃书的这个风云变换 十年那个归晃以魔难吧 今天呢 我为什么又提起这个话题呢 因为那那个话题多了啊 我想提起其中的这么一件事 简略的讲一下这个过程吧啊 我书店不是关张了吗 大概在九年以后八年以后啊 关张了 因为种种外力的原因 不可抗力啊 的原因 八十年代末期啊 当时呢 这个全国的这个贩卖书籍 全部收 全部 不叫回收吧 全部 停止发行 所有外版图书 尤其是美国的图书 要全部经过文化 文化部一本一本再审 重新审 尽管以前都是严格的审查 都经过审查的 重新再审 只有这样才能 重新上市 而世上流行的 就是我曾经 购买了 大量的那个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当时只有这一本书 白皮书啊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本薄皮书 半项文件 又半项是图书的一种小书啊 这个书 我进了大批的书 放在店里压垮了 被人篡权夺走的 我的天类书 曾经被人夺走过啊 他们卖不动这个书 最后就关张了啊 这事都是过去的事啊 要看详细 可以往前翻 我经过 我后来就逃亡到 因为又有黑社会疾病 黑社会欺杀 追杀我啊 就是一直 讨钱 要钱 要钱花 不是我欠他的 没欠他的 他就是要讨钱 要钱花 那时候有没有110 110还没有诞生 是吧 张州110 那个先进经验 还没有普及开来 所以我逃到了中山市 改革开放时期啊 这个到南方这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个是做生意 再一个是活不下去了 到那去讨生活 对吧 据说遍地黄金嘛 哎呦我到了中山市 开始做服装 到服装 儿童服装研究 这个做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就回到了兰州 从兰州又创业 发了发了起来 最终最终啊 事件稍显平息 我回到了西安 我这都跳着讲啊 因为以前都详细讲过 我想今天说最后这个主题 还没进入啊 我到了西安祭台村 这是一个古村落啊 现在的市中心 当年的城中村 在二环以内 在这个祭台村 我创办了这个 以残疾人为名义 免税的实体工厂 就是儿童时装研究所 当时我不是有自己的偶像 就是曲颖嘛 当时曲颖刚刚出路 小苗 尖尖脚 刚刚获了什么全国模特大赛 什么大奖 后来他才进的影视嘛 所以那时候是我的偶像 我一直在试图创造 这个儿童时装领域里的曲颖 小曲颖 做这番 做一番事业 所以我重新回到西安以后呢 对过去的过往的事情 尤其是天籁书那场光荣与梦想 或者光荣与灾难啊 是心存芥蒂 不愿意去想 所以我就安心待在这个西安市的东南角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祭台村里 尽管离天籁书不是十分远 但是呢 我不愿意提起 不愿意走那 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我一心一个心眼钻进了这个服装设计和研究 这个领域啊 就是实体 干实体 这样一来的话 我当时有三台四台工业缝纫机 两台家用缝纫机 另外有我一个工作室 我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工作室 翻看外国话 画报去学习先进经验 先进的款式 最新的款式 来模仿或者创造性的移植到中国服装上 然后呢给这个罗马市服装那个最大的那个罗马市服装批发市场 时宜补缺 当这些商人他们每个几乎每个月每个星期都要到广东去进货 当有的货卖缺的时候 一时跟不上货 南方的货还没来的时候 他们就到我这来 或者是要点什么东西我现有的去卖 或者呢滴溜住他滴溜一下他们从广州曾经贩卖的那个衣服让我们给他复制 等等我就靠这个维生啊 当然这是维生的一个手段 更多的兴趣是在研究上 我每天啊大部分时间是在泡在研究室里 四门一关 然后谁也不理 工人们可以给我按照既定的方针 既定下的料去给我生产 去给我挣钱 而我们就躲在这个研究室里在设计设计各种时装墙上挂满了儿童各种时装 有一天有人来敲门 我一看是一个青年妇女 大概也就是三十一二岁的样子啊 她来看了一些 在我的店里转了这么一圈 她和一般的顾客 比如罗马士来买衣服的什么还不太一样 她转这么几一圈以后呢 看着我在墙上挂的每一件服装都要评价一番 提出这个的新颖度呀 或者这个什么什么风格呀 看似似似乎是画家 又似乎是也是一个同行 但是似乎又不是 因为她时不时提起要为她的孩子怎么怎么 她的孩子穿上哪个比较合适 我甚至搞不清她是男孩还是女孩 但是她一直在那琢磨 一会看男装一会看女装 搞不清是男是女啊 她的孩子 这样一来呢 到了第二天她又来了 第二天呢她又来了以后呢 还带了一个算是她的朋友吧 同龄的一个妇女 俩人一块进来以后 她给那个人先介绍了一下我这个店里 说我已经来过一次 然后给那个女的又介绍了一番 然后呢另外讲了一下 着重推荐了她所看上的我设计的一些服装 说这个挺好的 卖相一定很好的 如何如何 这个废话就不说了 后来她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给我儿子定制一身衣服 我当时一愣了 我这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零售裁缝 裁缝铺定点定制啊 或者根据你的要求 还没做过这种事情 因为我是躲在一个村里 不是在街面上 所以即使我要的零坐 也没有人上边来找我 是吧 她今天提出这个 完全是 就是定制一套 显然是定制衣服 就定制一套 给她自己的儿子做 做一身 做一身衣服 做什么衣服呢 西服 她儿子 她儿子我问是多大呢 她儿子她说的 嗯 多几岁 我忘了啊 总之她的个子 也就是一米二三左右啊 不高 可能六七岁七八岁吧 就就就那年龄啊 特别小 但是呢 她要一身西服 说给我儿子做西服全身的这个配物 就是六件套嘛 对吧 西服上衣 西服裤 西服腰带 里边的西服马甲 在里边西服衬衣 但是我还没接受她这个活 因为当时呢 她给我说这个的话 我说您得把 我可以破例给 给您设计 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以前确实没做 我坦率说 我一直做的这种很随意的 这种乐立乐特这个 欧美流行的这个 儿童卡通式的这种服装 您说这个鼻挺的这种 礼服式的这种服装 我还真没做过 我开始我是不太敢接受 面露这个迟疑 但是她说 你可以做 你肯定可以做 我看了你的服装 没问题 我相信你 哎呀我说 这把我拦住了 我说这这女的是怎么想的呢 哎 这就在这时候呢 她那个旁边那个 跟着一块那个 她的朋友啊 就说了 说你哪有儿子 悄悄的把她打了点 你哪有儿子的 你做 做西装还 她把那个女给我看见 她在哪儿 打了一下 拨了一下 不让那个女朋友说话 你那意思 哎 她联系我胡一 所以我就追问了 找了机会 又追问她 我说 您能不能把您的孩子带来 这个要量身定制啊 她说那没关系 我这样吧 我明天给你拿一个尺寸来 对吧 一定是标准尺寸 你就按照这个做 做出什么样子 我都会接受的 因为我没叫孩子来嘛 我说那你孩子 你这个你甭管了 这是我的私事啊 哎我说这孩子 按现在来讲 那是不是在国外呢 还是在我们 她做一个礼物寄过去 怎么可以理解 那时候哪有出国的 那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呢 她至于要让我给她做 而且说钱的事 你不用考虑 哎我说这个钱 我也不知道该收多少钱 她说你就按成人的 这个媳妇去收吧 我说成人媳妇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呢 哎做一事多少钱呢 我没做过真的 我顶多做过成人的呢 花神仪做了六千多件 当时大卖了 赚了一笔钱 我说您您这个 我真是让我很难开口 她说你也不用调查了 哎我给你五百块钱 行吧你给我做 我当时心里一听 先是一惊 后是一喜 再下来 接下来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又是一个百 又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真的 这让谁能理解 我说这什么衣服值这个价 而且还是小孩的衣服 她说你甭说了 你就给我做好就行了 我说那时间呢 我当然想赢得点时间 我自己能去进一步去学习 因为这个规范制作 我有基础知识 设计服装的基础知识 但是西服 我还得入门 对吧 甚至我还当时想了 我不行拿什么肺料肺布 先自己先做一下 自己看看 剪裁的那个 合适 合适了我再做 是吧 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在后边做 我宁可宁可亏一点 何况人给了五百块钱 这亏不了的 是吧 我说那我就接单吧 这女的就走了 走了 奇怪的是她给我留了个电话 留了电话 当然那时候也没手机 那年代 她我旁边有一个房东的电话 我给她留了房东电话 我说您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 因为你这一走 她把钱留下了 不是定金 全留五百块钱全扔这了 我说您一定要给我来电话 因为我中途可能有什么问题 要询问您 要随时询问 对吧 她说我明天就给你送尺寸 接下来的话 就靠您自个儿了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 同意了 这样就走了 我这时候就开始 第二天拿到尺寸以后 我就几楼密鼓的开始拿纸 模拟去剪 又拿那个平布 就一般的不值钱的那个衬布 李子布去做 我那些雇的那些小员工 就是那小姑娘们 就是农村的新品 常来的那些农村姑娘们 给我做衣服的那些采缝人气的这些 也都给我加油 说张叔 揽了一个这么奇怪的活 还给了这么大个价钱 你得给人要做好 我们来帮你 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给你指账 给你提出 对吧 你改进就行了等等等等 都很热情 整个那个儿童石窗研究所 弥漫这种过节般的喜悦啊 甚至啊 对 甚至我那个租那个房子 那个房东啊 都觉得很惊讶 晚上专程跑上面来 夫妻两人抱孩子来看 说你怎么还懒这么奇怪一活 还给的钱不少 觉得很好奇啊 总之是一件大事 后来这些衣服做好了没有呢 当然做好是做好了 但是确实乱七八糟 哎 纸上和那个烂布上和李子布上 李子布和最后那个西服料制啊 这上完全不是一码事 对吧 要做种种处理 而且西服它是简直就是一个机密工程啊 机密仪器 它有些衬理呀 那个包袱呀 翻 领子各别地方要翻转嘛 等等一些措施啊 不是我那个凭想象 哎 做铜装随便一个铜装的这种所谓设计师啊 所能疑似胜任的啊 所以注定一点就是我不断把那个布料糟蹋 哎 就有有的甚至到了什么地步了 那小姑娘们都说你你给我们一会这样改 一会这样改 那块布那个脚就砸的全是针脚啊 就布都已经被砸烂了 拆了再砸拆了再砸 所以我只好重做这一块 哎 总之乱七八糟 因为我真是不好做啊 因为我就没做过这种哎 哎 西装啊 这种标准的西装 西装你应该说跟西方文化一样是 是应该是数百年流传下来的一种 单单说是文化都不足以 对吧 他就是一个一套机密仪器 这里边隐含着多少人的智慧 对他的那种包括服装的制作剪裁 甚至到后边的这个西方工业革命的那种积淀 我认为都都在里边 不是我一时半会就能就能够那什么理解的 就这样折腾的他中间就来过两次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是我是精心准备他打来电话 第二天要来 我是把那个半成品啊就挂在了那儿 然后呢不敢拿下来挂在墙上 哎 我说你带孩子来他来了没带孩子 看了一遍以后呢 我的紧张心情稍是稍是放松 为什么呢 他没有提出过多的意见 哎就说行好 哎你继续做吧啊 走了 这下给我压力更大 哎我就拼命在那上琢磨又反反复复 我最早挂出去那一套完全不是他第二次来看的那一套 第二次来的时候以服装雏心已经出来了 挂在墙上啊 哎也像模像样 但是我心里明白 那个拿下来成立体状以后啊 我也没有那个那那样一个小男孩的模特吗 哎那个穿上以后呢 那不知道哪个地方拐脚 那西服讲究的是吧 哎所以我心里还是很毛 到第三次来以后呢 看了以后呢 啊赵立没说什么批评的意见 说哎不错 哎差不多了啊 哎我就等你看什么是完工吧 对吧 我心想完工之后我敢说吗 我说我好好 我尽量尽量我到时候通知你啊 哎到我就继续开始做 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 这个妇女再也没有出现 哎不是说再也没有出现 是在未来的一年多啊 这已经很奇怪了一年多没有出现 而是最后我已经绝望了 觉得这个人失踪了 或者发生什么意外了 他不可能再来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了 这已经是一年半以后了 他的出现啊 让我感觉就好像海外来客似的 我感觉愣了半天 我说我已经我以为你不 以为你不来了 你把我这忘了 你这衣服也不要了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哎我那个衣服呢 单刀直入问我这个衣服 我因为那套衣服太占我地了 所以我已经把那套衣服 确实做好了 我就是没敢 哎在别的小孩身上也是了 就是不知道给他的孩子怎么试 但是他孩子又没来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特奇怪啊 这个妇女 后来我就把这个衣服啊 一早就卸了下来 太占地了嘛 我就包装好 也用非常漂亮的西服那个盒子啊 装好 一直在底下放着 放了一年半 这总算是今天来了啊 这总算今儿来了 来了我就战战兢兢的 又把那盒子拿了出来放那儿 他一直在跟我聊天 哎呀 看长看短的 最近西安发生什么事啊 我一看他没有出国啊 也没到哪儿就在西安 那你为什么一年都没来呢 我这话我不敢问 不好意思问 对吧 哎呀我这时候真是 就是一个惊天大迷 对吧 我觉得是个惊天大迷 非常想问 但是又不辩问 对吧 最后呢我最奇怪的是 你怎么没有 赵丽是没带孩子来呢 今天是取衣服呢 你没带孩子来 他说没关系 带不带孩子 没关系 哎 不打紧 哎 我这就更让我奇怪了啊 最后呢他 钱当时是已经付过的啊 他最后把这个服装盒啊 全部包好 然后打包 装好 装他的包里 大包里 这么一拎 准备告别的时候 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说 但是又走了几步 走了几步呢 就是离开的意思 我门间是台阶嘛 他下台阶 可是呢 他又回来了 回来了是吧 好像在犹豫什么 要跟我说什么 但是又没说出来 又在这儿 参观墙上 显示在 转移我的注意力 因为我当时还在接待一些别的人了 哎 等一会儿差不多了 我这儿闲下来了 他又回过他说 那我就走了啊 哎呦我这奇怪 怎么又向我告别一次 我说啊啊啊啊啊 哎呀我越来越磨难了 不知道真是 这真是 放在谁都不理解啊 对吧 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 交活也交的 我最怕交的活 没想到交活交的这么容易 他几乎连那个衣服看都没看 对吧 就这样拿走啊 这事就算过去了 过去以后呢 后来不是我这个 到了一个转移 到了一个广告公司 哎 根据我的这个人生经验 做过生意 做过服装营销 哎 做过 在兰州啊 在南方啊 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是一个广告人才 哎 我我总之一句话 我像我这种低学历的人啊 没有走大学门的人啊 他就是这种创业 对吧 低的话就卖走卖蒜 哎 大街延街叫卖 高的话还纷纷不平 包括我一直奋斗到最后 在 在那个电视台做一些 最后成了做纪录片的人 对吧 我一直在奋斗 不甘于寂寞啊 所以我后来到了广告公司 在广告公司上了几天班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 这个信是我家里人给我转给我的啊 说有人寄了一封信 不是就是寄了一封信 寄到我那个 儿童时尚研究所嘛 时尚研究所还是家里人给打理着呢 几个工人还在那制作服装呢嘛 哎 他们把信给我看了 我打开一看 那个银信啊 我曾经保留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这个一生瓢泼 也不知道哪去了 但那个意思内容我 永远记在了我的心里 他大概的意思 我就简单的复述一下啊 不完全准确 我是您 当年天籁书屋的一个 顾客 您也许记不住我 因为我到天籁书屋来只是看书 哎 我很少买书 但是我在你这儿 就当做我的课堂 哎 几乎从早抛到晚 哎 说老实话 我就住在南大街附近 离你们不远 所以我没事就在你们书店抛着啊 啊 您后来是搬到二楼上办公 您不知道底下 也许员工 您的员工知道 当您的书店从创始到发达到明阳全国啊 这我都知道 我一直在关注着 可是后来您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测啊 就是被黑社会啊怎么怎么这回事 我也多少知道点 外人也许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 我们家离你非常近 我一直替你担心 关心你 关注你 直到你最后关张 因为你的关张 他说那时候我人走了书店还继续开着委托一个朋友给我打点看着 他这种信原话说我一直在关注着 直到你的书店里你在你的书店里失踪一年多没有再见 再后来书店也关张了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朋友说您在这个西安基台村开了一个这个 开了一个这个儿童试生研究所 我是本着这样一个心思来看过一两次以后呢我就决定暗中支持您一下 为什么呢 为了你当年为我们西安市文化事业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奉献啊 我表示敬仰 至于说这个服装呢咱们就不提了 我也没有这么大一个儿子 所以说你就就当是坐着玩吧 我知道我给你钱你也不会要 所以我用这五百块钱做这东西也劳您神折腾这么一场 算是我的心意吧 谢谢你了 结尾漏款是一个天籁书也许永远不会和您再见一面的朋友 您说这事感人不感人 非常感人 我经常想起这件事 说老婆在做古坎之开始之后呢 谈天籁书我一直想讲这件事 但是生怕把这这么珍贵的故事啊 遭见了 一直要想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给大家讲 因为我还有很多天籁书的这个我的顾客啊 在民间啊 大家看到以后 是不是有共鸣有同感呢 我坚信啊 今天在这段时间内 我也不断的收到一些新的这个天籁书过去的照片啊什么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照片就是我今天发到这里边的 底下发到这里边就是我从来不做广告 但是呢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爆眼的位置啊 发布了一条 这是83年6月10月16号 我是五六月开张 他是几个月以后啊 发了这样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作为作为史证啊 我把它贴在这里 供大家欣赏 天籁书的故事也许我将来还会讲 谢谢大家